OK,那這個是一個 Python 的程式 它就是一個 server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它的 port number 就是 5005 然後它就是 IPv4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 Listen Listen呢,然後我們就等到它有一個 connection 過來 然後它就 Accept Accept呢,它會先 就傳這個 First Trial 的訊息 然後它就等 20秒 然後它才傳這個 Second Trial 然後才 Close 然後我們已經把它就是 開起來了 然後就講這樣 然後我們的 Client Application 就是一個 UWP 的 Application 這個呢 我打算的是 它連結到我們的 server 就是這個 server 然後 port的話 Port number的話就是 5005 好 5005 好 然後它 它連結了以後呢 它就先讀 那個 First Trial 啊 它先讀那個 First Trial 就是這個的 First Trial 我預測啦 就是它 應該會先讀這個 啊 然後呢 它自己 會等 十秒 啊 再讀 Second Trial 然後寫出來 這個 這個 Second Trial 那 Second Trial 那 Second Trial 的話就是 Server 會等 二十秒 它才就是 才送這個訊息 那我們看看它的那個行為 啊 我們看看 Client 的行為 很奇怪 啊 很奇怪 啊 Client Connected 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欸 這個已經開始 Wait 了 但是呢 Client 什麼都沒有 啊 然後呢 然後呢 等到這個 Server 它 Finish Waiting 的時候 啊 這個就才出來 First Trial Second Trial 一起的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它就是要等 十秒 然後現在要等十秒 等了十秒以後 它就 掛了 它就想說 欸 Stream not Stream was not readable 哈 它掛是在哪裡掛呢 就是 剛剛那個 剛剛這個啊 這個訊息啊 First Trial Second Trial 它是在 這邊 Print 出來的 然後呢 它就等 十秒 等十秒以後呢 它就 欸 它有這個洞洞 這個洞洞就 開始執行 執行到 執行到 執行到這一行 執行到這一行 它又 跳出來一個 Stream was not readable 意義說 意義說 這個 Input Stream 哎呀 讀不了了 吼 讀不了了 啊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呢 吼 吼 對 就是這樣 它行為就是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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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